我们相信,每个经历过神恩典的人都有一个使命 将恩典分享开去,让更多人经历神的爱 每年Bossing Love打开爱、圣诞礼物送赠行动 都会动员数百位弟兄姊妹走到冷街窄行 同轮社分享爱和礼物 今年,行动更由香港延伸至泰北山区和乌克兰难民区 我们确信,敬拜恩典是无分阶级,无分国界 盼望透过这份打开礼物的喜悦 会让人和人重新结怜,甚至带领人到神的金钱 我们今年都第十年的Bossing Love了 我自己是唯一一个参与那十届的参加者 作为童工我很感恩,仍然在疫情之后 有这么多弟兄姊妹一起局势,一起关心我们的灵社 今天我们第三区的Bossing Love活动,我们在深水埗这里 天气都冻了几天了,而今晚还有一些雨份 我们所以预备了一些热茶 我们送给我们街上一些十方的婆婆和清潔工友 帮助他们在工作的时间都有一点温暖 我们就可以和他们开心分享 今年我们Bossing Love的主题就是 Smiling Love,我很欺怨你 原来我们都将神的喜悦带到给每一位的街坊 今年我们这个设计就是有这块镜子在当中 我们会看到自己在神里面究竟我们是怎样的 人看自己就好像看不清楚 但是耶稣看你就好像一块镜子那样 清清楚吗?现在 为什么清楚? 当我们信耶稣,我们经历了耶稣的时候 就好像现在这样 因为耶稣很清楚,清楚良生能看你 这里纵然生活不容易 但我们知道有平安 有喜乐、有开心 也有那一份信心 多谢主,随着我们祈祷 奉耶稣基督名及 祢邦 今晚就探了罗婆婆 跟罗婆婆差不多大半年了 我们就慢慢会有一个互动的关系 她都会问问我们的近况 我们都会关心她 来摆地摊那些日常的工作 有为她祈祷 她都是跟我们一起祈祷 她都分享说 自从我们探訪了她之后 都养成了一个祈祷的集团 我们都很感应 很期待每一个有需要的鱼舍 都可以认识神 在冷漠的社会里面 经历爱同接纳 在神面前不再被阻隔 恢复儿女的身份 邀请你一切实践山下服侍 落地与鱼舍同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法